这里是福林玉泉河悬崖上的神秘古寨 这个地方很多福林人都知道 但是几乎没有人进到里面去过 有人说是放玄关的 放死人的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就在我们所降进入后 却在一个崖壁处发现了一个古碗 那么这个古碗大家觉得值钱吗 现在我们是在福林的一个树林里面 今天我们去探索两个寨子在悬崖上面 在路上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卷板 又叫做九屎黄昏草 它就是太阳大的时候 它会卷成一团 然后雨水充足的时候 它就会展开继续生长 就是这个东西 看一下 这个就是卷板 也叫做翠云草 好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走 我们已经走了半个小时的这个山路 终于是来到这个悬崖边上了 然后在这棵树上做了一个系统 打算从这个地方 到悬崖上面的栽子 现在大家就跟着我的地图了 进到这个栽子里面去 这个探索一番 看看这些栽子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我们从马克青钢树 是来到了这个学员边上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还是非常的高的 好我们现在继续索下 从上面第二段下来 这个岩壁上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栏草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长在岩壁上面的 没有土壤了 全靠岩壁上一点点的养分空气中的湿度来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这个地方有这个铁扫子 这也是一种银贵的冬头 这个铁扫子 这个是几百块钱一斤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折扬 下面正在开线的是木扫子 这个石头缝缝里面有一个木头棍子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木头棍子明显是人为掐在里面的 人为掐在里面 有可能以前的人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下到这个寨子里面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明显是人为砍的 一个靴子 插在这里面就往上爬 因为以前的人板子是很大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看到的 这里有好几株 让人一个刷刷钱 这叫做铁扫竹 也叫做铁扫脑 这个就是钢扫了 好 我们继续扫增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可以看到 寨子了 下面是几堵这个石墙 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慢了 不然的话很容易烧红 不然还有很危险的 下来就这个地方 这个崖壁洞洞里面 大家看 发现了一个鸟窝 这应该是金寺院的鸟窝 好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降 现在我们从上方降下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绳子上面 所看到的这两栋石墙 这两栋石墙修建的特别的工整 这里是一道石门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高度在两米左右 这边也是 还挺厚 有一米厚 往下走看一下 这是一个秤 这是一个秤 这里这点石墙垮下去了 垮下去了 看一下 这是一个缝隙 这个洞好小 我们的藏这里钻过去 这个洞好小 钻过来之后 这边是一个大厅 下面还有一个房间 上面还有一层 在里面还挺大 上面还有一层 对 这里还有一个小电风 出去看一下 这外面有什么情况 等一下 这是一个烧锁吧 爬出来了 看一下外面 爬出来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哇 下面就是万乱绝壁 然后这里的这个石墙垮胎了 这个地方是封住的 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封住的 然后下面有两个人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爬进去 继续探索 这个地上有一些小动物的骨头 应该是猫头鹰丢进来的 然后这里有动物的粪便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 这个地方 这里面就这么大 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层 往上去看 这是一个甲缝 进去给大家看 从这里出去 探索其他的地方 这里又要爬过去了 跟包走啊 出来了 看一下 图里上面有个碗 啊 那里有个碗 看一下 我把他进来的时候就看到碗 那上面 在上面 在看多上面有一个碗 这一个是以前就有人在那里吃饭了 对吧 看一下 这个是老孟发现了一个碗 这个碗上面还有花围呢 这个老图 老孟这个碗要不要 不要我怕肚子痛 拿了 结果回去肚子痛的打鬼 我跟你讲 嗯 吓我一跳 我们在上面去看一下 上面也是一个房间哈 然后这是一堵石墙 看一下这边 结束了 不大这个 但是可以人在那里面睡觉是没有问题的 他这个地方上方也淋不到去啊 这里还有一个寮温口 观察库 这个寮温口 这个寮温口不大 应该是以前的人躲避灌烂的一个长生之处 看一下 老孟在这里发现了 时刻 上面写的是三人同修共动 菜筑山 尿寿意 菜骨生 这三个人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 在这的话可以讲讲这个地方的故事 三个人修建的这样的一个寨子 相当于是 和我们的猜测 基本上是吻合了 我先说在这 出去看其他的地方哈 现在我们从这个 进来这个地方出来了 出来之后 这是一棵黄果树 特别大 然后这个洞呢 在那边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石墙 我们过去看一下 扒着这个黄果树枕 还是相当来说 比较安全 这黄果树是活着的啊 死的就不能碰了 看一下 在这棵黄果树的树干上 长了很多补碎果 这也是名贵的中草药材 这可以吃的啊 就是没水的时候可以把它这个直接拿来叫来吃 它的水分特别的足 它在根上面 我们继续往这边找 现在我们从那边过来了 过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石墙 从下面去上去了 然后这里有个小孔 我们从这里走过去看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 下面这边都是一棵石墙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孔洞 现在梦想就已经进去了 我们先上上面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是一个平台 然后上面好像是一个 嗯 不知道有多什么 我们进去看一下 嗯 嗯 还要往左边 不延伸那样 看这是一个房间 这里就是一个房间 相当于来说 结束了 这就是这个房间的门 这还是很隐蔽的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下去 再从其他的地方 下到下面来了 看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进去的这边 这又是一个石墙房子了 这边有空 左边有这儿是吧 没看到有这儿啊 看一下 这个房间也不大啊 而且全是这种碎石块 在这个地方 尤其是这 什么洞 系好 门 洞 应该是 系好门洞 应该是说的是 修好门洞 但是这个字 用这个划算去的 很不明显 旁边这些字都看不清楚 这个地方也有 就这么几个这儿 下面还有一个石字 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整体的话 这里出来 这边还有路吗 这边还有一堵河河 结束了 在这里就结束了 他们以前的人不都是从下面上来的 还是从上面下来修建这个带子的 还挺厉害的 整体的话 看着到这里 基本上就结束了 我们现在就原路返回 往上爬